主料,牛奶200克,奶油200克,主料,蛋黄一个,白糖40克,香蕉200克,葡萄干,可可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蛋黄一个,加白糖40克,加入牛奶200克,混合均匀,用小火慢慢加热,不停搅拌,将水浓厚勺子背后能挂厚姜,指甲划过后不会立即消失, 奶油200克稍稍打发,这个时候准备工作就好啦,想吃水果冰淇淋的,来个水果200克,我用了香蕉,这是一个倒盒子,香蕉200克,千岁和冷却的基本蛋奶浆搅拌,再加入奶油200克是一份,另一个是冷却的基本蛋奶浆,加奶油200克加少许葡萄干,还有一份吃热的大奶浆,加入10克的可可粉,搅拌,冷却后, 加入200克奶油就好了,放入冰箱冷藏,第一个小时取出来搅拌一次,以后每半小时搅拌一次,三小时后就可以吃啦,要想动得更实在,你就明天再吃吧,喝喝,烹饪技巧,另一个方子,是没有蛋黄的冰淇淋,将蛋黄换周三克的玉米淀粉就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